第三单元,检查结果 子宫颈细胞样本经过提取之后,会被送到去化验室 细胞样本会被薄薄地涂在一块玻璃片上,在显微镜下进行测试 而涂层厚度通常为一个细胞的厚度 化验人员会加入特殊染料,以帮助识别呈现异常特征的细胞 如果检查显示细胞有異常,那就表示细胞正发生变化 这种变化最终有可能发展成子宫颈癌 如果细胞样本被发现有異常现象 其中一种情况会被描述为边缘病变 Borderline changes,即是说 它们可能代表细胞会发生癌变 但也可能只是因为发炎而引起異常 另一种情况会被形容为细胞核異常 Discorosis 意思是,化验室认为这种类型的转变 有可能会发展成癌症 为了清楚课定细胞变化的性质和严重程度 就需要由子宫颈里面提取更大的细胞样本来进行测试 这种叫子宫颈活组织检查 Cerical biology 细胞核異常分为三个级别 轻度、中度和严重 这些大致对应活检细胞異常的等级 称为子宫颈上皮内扭变 Cerical intraepithelial neoplaser 1级、2级和3级 往往缩写为 Cin1、Cin2和Cin3 Cin1是最轻度的病变 而Cin3是最严重的病变